香港家书 亲爱的知乔,我是乖侄女 谈一谈我们内分辨科医生 渴望得到的工具 一种安全、有效 以及负账小的减肥药物 能达到长期可观减肥的作用 同时降低与肥胀相关的 各种病发症和死亡率 医学界在过去三十年研发减肥药 的确有很多障碍 曾经面世的四至五种口服减肥药 都是通过改变神经传导物质的浓度 达至减少饥饿感和增加饱肚感 来控制食量 但差不多所有这些虚药物 面世以后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陆续出现、自杀倾向、增加心脏病风险 引发心犯问题和增加了癌症的副作用 差不多全部以后都被禁用和回收了 2023年11月 终于等到令人兴奋莫名的 临床医学报告 一种长效、腸臂数、受体速效剂 经历五年期临床试验研究出路 它能通过控制食量有效地平均减重15%之余 应用在其他有效治疗的基础上 还可以额外降低致命严重心血管疾病 好像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达到20% 打破过往30年 没有医疗证据直接证明减肥药 可以减少死亡及肥胖相关疾病的困局 长远还帮助解决社会的医疗压力 所以这种减肥药一推出 就全球各定疯抢 美国和全世界各国 还已经有出现名人滥用的问题 数据相类似的减肥药 已经成功进入了第三期的研究 初步资料实在令人鼓舞 相信一至三年内 我们会有更多选择 因此药物治疗肥半征 可以说进入了飞升阶段 而舅舅 2024年3月16日